这又是一个咖啡机水泵 齿轮泵于17世纪由Johnny's Kepler发明 广泛用于各行业中 20世纪初出现在高端商用或家用咖啡机中 这是一个由迪娜公司生产的DDP Optima系列 2000DC01型号咖啡机用齿轮泵 配备直流电机或无刷直流电机 流量范围在1000-2500毫升每分钟 齿轮泵由泵头、磁力驱动连轴器、电机组成 泵头主要结构由进水口、主动齿轮、从动齿轮 以及出水口组成 主动齿轮通常与电机连接 打开电源,电机启动 主动齿轮转动,带动从动齿轮 低压水由进水口进入 随着齿轮转动,液体进入池鱼齿的间隙中 被截流的液体沿着泵头壁被带到出口 当液体运动时,齿轮的池鱼齿咬合作用下 会使轮齿之间的体积减小,从而使压力增加 随后加压的水来到出口从出水口排出 齿轮泵作为高精密设备 齿轮尺之间的间隙为0.3毫米 相较于旋转泵 齿轮泵旋转一圈的水量为已知参数 配备的直流电机可以直接精准的调控电流大小 来决定主动齿轮的转速,从而达到无极变压 旋转泵由于进水量由泵头旁螺丝调节 每转一圈带动的水流不容易精确计算 不无法通过直流电流控制转速来达到无极变压 通常会配备交流电机来达到恒定功率和转速 再通过流量设定来完成所需压力 于是酒吧的水通过各个管道贯穿分辨 这就是咖啡机齿轮泵 那么问题来了 你更喜欢齿轮泵还是旋转泵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